据报道五眼联盟正在搜集和编造证据 计划炮制一系列所谓中国对西方开展政治渗透的谣言 已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 请问珍峰这期有何请问 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报道 有关国家必须对此做出解释 说到政治渗透 美英等国向来加清就熟 美国打着自由民主旗号 在东欧 中亚 中东 拉美等地 测动颜色革命 制造地区动荡 借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 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 在民主 美国最致命的输出 一书当中指出 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试图推翻五十多个外国政府 粗暴干涉至少三十个国家的选举 美英等国的政客 同反中乱港分子平反勾连 美国究极五眼联盟国家 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 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充当美国政府的马前卒和白手套 多次干预香港政治议程 企图把香港变成对中国内地 进行颠覆渗透的桥头堡 这些事实 世人尽人皆知 美英等国对华进行渗透干涉的同时 又对中国倒打一耙 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有关国家以防渗透为名 对同中国进行正常交流合作的人士 进行政治迫害 制造寒蝉效应 使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 不仅严重损害这些国家 同中国的双边关系 更助长了其国内的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行 美国发起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 英国一些反华议员成立的 所谓中国研究小组 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我还想问的是 近日媒体爆出 台湾蔡英文当局 花了大把美元 购买同美国领导人通话 以及同美高层官员交往等机会 不知道这些 在五眼联盟的眼里 算是什么 我们尊促有关国家 停止政治渗透 停止散布设华虚假信息 停止不择手段 对华遏制打压